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有点远 被动元件风头不在 有投资能在PTT开问 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回去山头呢 马上有网友神回 是送散户上山头 还有人说山顶冤魂一大堆 不如也有网友还是乐观 觉得短线可以回弹 运气好可以赚个7到9% 网路掀起多空论战 目前看起来像PCB 或是像这个所谓机壳 或是像这个组装 或是像Lens的部分 慢慢应该都有机会再回升上来 所以平概股部分会是一个 可以选择的一个标的 那第二就是原物料类股 台股主流风水轮流阵 散户看趋势还得严明手快 30新闻谷告数量要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辑